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夜骑士,欢迎来到国外 这段时间弹弓玩的比较多啊,很多朋友都看腻了 所以今天玩点别的,比如我今天买了一款 软弹发射器,也是比较流行的玩具 就是玩具枪,它发射的是这种 太绵软弹,太绵软弹啊,合法的 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合法的玩具枪类玩具了 先来一发再说,空枪 哦,拉力挺大的,再试一下,空枪 气量挺足,我们来看看这款玩具 玩具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 但它的颜色比较,比较儿童化,比较和谐 它还有其他几款颜色,我选了这款颜色 你不能选个纯黑色 因为这个颜色比较贴近玩具的颜色 弹夹,安装弹夹的方式,子弹的方式 这样的,把这个软弹从上面放下去 看还有没有 一颗一颗的往下压,对吧 然后把弹夹放在外面,后面 这种无托结构的步枪,它的枪管特别长 所以它从这里到这里一直是加速过程 也就是它的射程应该会比较远 这也是软弹发射器里面比较好的一款 比较致命的一款玩具了 好,我等不及要发射一发,试试看 我还是来装这种白色的软弹吧 比较容易看到弹道 因为我们背景部是黑色的 上弹 试试看 哦,我感觉力弹还行 只不过这个软弹飞出去不稳,不直 在打飘 不过软弹玩家一般都会配一个这个叫做 内旋,内旋器 可以让子弹软弹在里面旋转起来 就跟真相子弹一样旋转 一旋转的话它的弹道会就比较稳定 所以我要把这个方向抄前 这个软弹发射器的前面 我要研究一下怎么装 可以看到吗 看内旋器里面有什么构造 里面有三条像长线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些小滚轮 然后软弹进去以后 通过枪口进去以后 它在滚轮的作用下会让它转起来 好,朋友们内旋器装好了 现在我要试试是不是好一点 感觉好那么一点点好得不多 再试一下 稍微止那么一点 但还是有点多 我们可以慢进走来看看 感谢观看 好,朋友们可以看到 我发现这个软弹发射器 打出于弹道 还是要靠运气的 有些弹道很直 有些弹道就是在拐弯什么的 这能打准东西吗 所以我现在想试试它的准度和精度 估计和弹弹比是没有办法比 但它这上面居然没有瞄 没有瞄准系统 但留着这一个卡丁尼导轨 意思就是让我们自己装瞄准镜了 没有瞄准镜怎么瞄 还好我也有瞄准镜 我要把瞄准镜装上去试试看 好,朋友们我现在装上了一个四倍镜 和这个枪看起来还是比较搭配的 现在我要进行一下叫苗 叫苗叫苗叫苗 哇靠 哇靠没法叫 没法叫这个弹道是乱的 不稳定的 所以怎么叫的没用 哎呀,打不中的 可恶 什么 哇 走出来打撞了 哎呀,朋友们 不行了 打不中了 这东西飞出去真的是天女散花 乱飞 没有稳定的弹道 按说不应该 因为我以前还玩过一款别的 别的一个软弹枪 好像叫做女武神 当时玩的还挺准的 百分百重可以说 市民那大纸杯 可这个东西 怎么都打不准 不过力量我感觉要比她的大 比那一款要大 这怎么都打不准 这怎么都打不准那么回事 有人说跟软弹还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之前用的是一款比较好的软弹 这个软弹偏软的 不知道是不是原因 下次我试一试 有好点软弹 可这个打出去 你要装的时候没有用的 装都装都一样 就这天女散花的程度 装不装都一样 完全靠随远打击了 我今天还不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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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呀 词 快 词 啊 烘 我差点想砸了它 根本打不准 这弹道飞了呀 飞了怎么样的 关键是软的发射器 还有很多人玩 你们玩的进度难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 操作不对 我看别人打得很准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说 软弹发射器不重要 现在我要研究 我要研究设计自己的发射器 用皮筋作为动力 我是一个玩弹弓的弹弓玩家 如果想玩这个软弹发射器 我要研究自己的发射器 我觉得弹弓皮筋拿来作为动力非常好 弹弓皮筋拿来作为动力非常稳定 而且出色也高 而且不受这个气密性影响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设计几款 使用皮筋作为动力的软弹发射器 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朋友们 今天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